您說好日前比賽時 招對手球員 9級當場倒地流血 送醫後檢查出有腦震盪 本來就約好的活動 他今夜照常出席 不過他除了報平安斯外 宣布了這個重要決定 讓現場球迷直接心碎啊 你身體很好 我知道大家都是 擔心 非常擔心 我們是 也不用擔心 就是 一樣就是一個 正常的一個 腦震盪 沒有正常的腦震盪 我的意思是不是最嚴重的 所以肯定不是最嚴重的 對 所以我就是 比賽那天 就是直接從 直接被打到的時候 就直接去醫院 然後我明天還會回醫院 就確定一下 解釋一下 就是 我現在就是頭不痛了 好好 前一兩天不太舒服 可是現在都都好了 然後就可能一兩週會 回到正常的一個狀態 可以去 一樣的訓練 打球 遇到這些東西 所以 也不用擔心 對 因為我有 就是最近 加一個朋友 跟我說 有一些新聞是說 因為我被打告 所以我就說 我不知道 這不是 這不是 true 這都假的 對 我就是 我就是 在現在已經34歲 快35歲 我就是想 一年一年來 那我也不想把這件事做得太大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回去真正的沉澱一下 後天就走了 然後 先去度假一下 放開一些情緒放鬆一下 所以我也是 不但是身體累 基本上你是打了兩個球技 對不對 基本上就算 有點像就是 就是有一點這個 加班的一種感覺 就是 對 對 對 然後我覺得 很好笑的就是 因為我兩個父母都在 我最後一場 然後 被打完 打完那場 他們兩個 就都問了我 你可不可以退休 所以我也是 當然 他們也是 父母看到我這樣子 也會 我覺得自信 而在那場球賽後 麥卡洛的IG 遭網友慣報 林舒豪也特別幫他說話了 一樣的這句話就是 希望我們來是傳播 愛 跟正點亮 Mccolo也是我以前的隊友 他也是發了訊息給我 我抱歉了 說他不是故意的 那這些東西也是在比賽中 都會 都會發生的 說實話 我們這個 籃球圈 我們也是一個家庭 也不用去攻擊別人 雖然 我個人 真的是 真的是很難過 付出了那麼多努力 最後一場 也不能跟我的隊友競爭 也不能 打到最後 對我來說 這種 這種感覺 也不能用中文說出來 多難過 可是 一樣的 就是有時候 籃球跟人生就是這樣